做月子对于中国女人来讲非常的重要,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,月子做得好不好,不仅关乎孕妇的产后修复,而且还直接影响产妇以后的身体健康程度,老人们都说月子做得不好,女人会落下一些病根,而女人有一些病,只能在月子里治,而月子做得好。 不仅身体恢复得快,而且不留病根,还能加强孕妇的体质,身体更健康,因为我们中国做月子的传统,现在社会上很多女做月子,相关的服务业也如春笋般冒出来。 比如很多家庭条件好,都会选择去月子中心做月子,月子中心不仅有人专门负责月子餐,还有人负责孕妇的产后修复,也有人负责小宝宝的换洗,可以说非常的方便,但是价格往往一般家庭都无法接受。 小宝宝刚刚生了宝宝,因为家庭条件一般月子中心是去不了,而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,本来是想要请个月嫂来帮忙的。 但是婆婆知道后,主动提出来,帮忙看孩子这样可以省下请月嫂的钱,因为婆婆的家住农村,院子非常大,里面充满了各种蔬菜,而且婆婆自己也养着鸡,婆婆提出叫小李来家里做月子。 这样不仅方便照顾小李,而且不管是蔬菜还是鸡蛋家里都有,都是自己种自己养的食材吃起来也放心。 小李也想趁着坐月子,去乡下待一个月,乡下空气好而且也非常认同婆婆的话,还是家里自己种的菜吃起来放心,因为之前小李来住过,所以并没有很成熟。 到了婆婆家之后,婆婆每天负责小李的饮食,什么都不让小李做,小李就一个任务,就是为爸爸吃奶,洗尿布换衣服,婆婆全部来过去自己干了。 小李看在眼里非常的感激,小李把婆婆给做个月子餐拍了几张照片,发到闺女的群里面。 闺女们瞬间不戴定了,都嚷嚷着要吃,让闺女羡慕不已。 月子餐的所有蔬菜都是自己种的,吃的鸡蛋也是自己养的鸡下的,婆婆家里也有池塘,吃的鱼也是自己养的。 闺女看到小李吃的东西这么纯天然,非常羡慕。 虽然在月子中心做的饭菜美观,但是小李还是感觉家里的饭菜香,不管怎么样,这些都是婆婆尽心尽力给做的。 小李吃着非常感动,主要是婆婆做的饭也好吃,就连这个炒烂肉,也是自己家养的猪的猪肉腌制做的。 猪肉很安全很干净,虽然婆婆一辈子住在农村,没有出去见过什么大市面,也不知道什么是饮料他配。 但是给小李做的每一道菜都全心全意,一个月很快就过去。 虽然小李做完月子没有像大明星那一样快速恢复身材,反而却胖了不少。 这说明婆婆养的好,让小李心里暖暖的,婆婆艰苦了一辈子也没什么文化,在小李做月子期间可能没有那么完美。 但是婆婆的付出小李全部看在了眼里,小李决定以后会和老公好好善良婆婆,让婆婆过上好日子,给婆婆养老。 大家经常说婆媳上辈子是冤家,但其实也有和谐相处的婆媳存在,一家人过日子就是将心比心。 希望婆媳之间,大家多多发现对方的优点。 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,你看到僵尸盛世美景,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。 以上呢,就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对本文有什么见解,转发或者留言评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